数字在跑 有 谢谢 谢谢 没有遭到别人吧 遭到别人 只有遭到我 你看就好了 两个 没问题 不要遭到别人就行 好 今天是2012年12月14号 现在是11点23 我们在中校医院的牙科等看医生 那我顺便帮你再继续念 这个酸痛拉筋解脱书的第三章 拉筋伸展操的分类 相较于把脚 画在公园长椅上的那种伸展方式吧 拉筋伸展操需要多一点的技巧 拉筋伸展操有一定的规则及技巧 因此可大幅提升好处 并有效地降低受伤的几率 在这一章中 我们要探讨的是 不同拉筋动作的特殊优点 风险及作用 并简单说明每种拉筋运动的做法 虽然有许多种不同的拉筋操或伸展操 但大态可以归类为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比动态式拉筋伸展操这两类 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这是红色的小标题 这个红色的大标题 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顾名师义指的是 知识维持不变的拉筋 光弧伸展光弧操 也就是全程只有一个拉筋动作 或者是知识 然后维持一定的时间 以下是静态式拉筋操的五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是静态拉筋伸展 静态拉筋的做法是透过某个拉筋知识 让想要伸展的肌肉刮糊或鸡群刮糊 受到一定的延展压力 不管是结胖鸡群刮糊 作用相反的鸡群刮糊 或主动鸡群刮糊 要伸展的肌肉群刮糊 都处于放松的状态 然后再对要伸展的肌肉刮糊 或鸡群刮糊施加压力 然后就维持这个知识一段时间 让目标鸡群获得伸展 静态拉筋非常安全有效 受伤风险不大 对初学者及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 都是很好的选择 图3.1冒号 静态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这个示范动作是 一个小姐一个女士坐在地板上 右脚伸直 左脚曲起来 在那个脚 脚底 放在地上碰到右脚的这个膝盖 就是碰到这个地板 OK 然后她的两只手伸向 伸直的右脚的这个鞋子的位置 OK 第3页 第26页 2.被动式拉筋伸展 这类拉筋法跟静态拉筋非常类似 但需要有同伴或辅助器材帮忙 由于有外力介入 肌肉瘦度较大 因此这类拉筋法的风险 已比第一类略为高些 要提醒你的事 必须胜选 结实冷固的辅助器材 此外 有同伴帮忙时 绝对不要失力过猛或突然用力 记得要胜选同伴 因为在做这类拉筋运动时 肌肉和关节的安全 肌肉和关节的安全 完全超在同伴手上 被动式拉筋伸展 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肌肉及关节的活动范围 但风险会高一些 这种拉筋法不失为良好的复健及缓和运动的选择 第三 主动式拉筋伸展 主动式拉筋生产运动 不需要借助器材或同伴等的外力帮助 这种拉筋法是运用相反肌肉刮虎 结抗肌刮虎的力量 来伸展目标肌群 刮虎主动肌刮虎 相反肌肉的收缩 可以帮助主肉主动肌放松 最典型的一个动作 是把单脚往前尽量的抬高 剑图扇扇 在没有同伴和器材辅助下 维持这个姿势一段时间 主动式拉筋伸展 是有效的复健方法 也是进行动态式拉筋伸展前的一个很好的准备动运动 这种拉筋运动通常很难 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变 所以每个拉筋姿势往往只能持续10秒至15秒 现在我要说明图3-2 被动式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那这个动作我们之前有讲过 是就是一个人站在前面 然后两只手往后 然后另外那个人呢 就是手把他扳起来 上次我们做过了 那图3-3是主动式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是一个人站着 然后把右脚抬起来 伸直抬起来 然后与地面成平行 也就是说他人站着 然后脚跟身体成一个垂直90度的方式 所以他说这个方式呢 做不久10-15秒 第四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诱发素 PNF伸展法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诱发素 是 现在到第27页 PNF伸展法的中意的名称 是一种比较进阶的柔软度训练方法 同时运用到目标肌肉的伸展和收缩 这种伸展法 原本是以复健为目标 发展出来的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复健运动 对于特定肌群的训练 顿好 提高柔软度刮糊 及活动范围刮糊 以及增进肌肉等目标来说 这种伸展法也十分适合且有效 PNF伸展法采取的动作 会让目标肌肉受到压力 由同伴施加阻力 让运动者维持姿势不动 收缩目标肌肉5-6秒 收缩强度 应是肌肉情况而定 收缩的肌群接着放松 然后进行30秒左右的有限度伸展 运动者接着有30秒的休息时间 一个伸展超应重复二字四次 关于PNF伸展法的相关时间问题 目前获得的建议有些出入 例如每个肌群应该收缩多久 或每次伸缩之间应该休息多久 提出的回应都不一样 就我考量研究过的资料 及个人经验后的专业看法 以下的时间建议 可为PNF伸展法带来最大的效益 这里呢 第一个效益是 运动员及其同伴就定位 由同伴伸展运动员的四肢 直到运动员的肌肉受到伸展 及感觉到紧绷为止 第二 运动员接着收缩被伸展的肌肉 五至六秒 而同伴必须让运动员 维持姿势不动 收缩力道应是肌肉的情况而定 比方说 绝对不要过度收缩受伤的肌肉 三 让肌群放松 接着同伴小心地 将肌肉推展至运动员活动范围的极限达30秒 中间休息30秒 然后重复动作2至4次 在这一页里面有一个图3.4 是PNF伸展法的一个动作 是一个人躺在一个床上 然后另外一个同伴站着 把他的右脚垂直抬起 放在这个站着的同伴的肩膀上 然后这个 这个帮忙的这个人呢 他的左手按在 这个躺着人的 举起来的右脚的膝盖上 然后右手呢 扶着他的 他的那个脚裸 就是脚底啦 脚底 然后 跨在 他的肩膀上 然后这个躺着人 两只手呢 就很轻松地放在腹部 这是第27页 现在念28页 28页 5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 Isometric stretching 伸缩合并等长收缩法 是类似PNF伸展法的被动式伸展法 但收缩肌肉的时间较长 这种伸缩法 会让目标肌肉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此 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 不适合做这种伸展运动 其他建议 包括每两回伸展运动间 要有48小时的休息 而且一次只能伸展一个鸡群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法的典型例子 是站立推墙的小腿鸡伸展超 刮虎图3.5 可以参见本书编号 097的拉筋伸展超刮虎 运动者身体挺直 手扶墙 然后再感到舒服的范围内 将一腿往后尽量推到远处 双脚脚跟要全程着地 保持这个姿势 接着像要把墙推到 扳的向前用力 借此收缩小腿的肌肉 收缩合并等长收缩法 是以静态伸展的知识 然后收缩目标肌群 达10至15秒 伸展目标的手臂或腿 必须维持不动 然后放松肌肉至少20秒 一个伸展超应重复2至5次 图3.5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法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刚刚说的 一只脚往后 现在他是用右脚往后伸 然后两只脚着地 然后两只手就是按推着墙 他的身体两只手是平行 平行于地面 伸直黑墙 那个两个手掌 是与这个手垂直 紧贴着墙面 第29页 是红色的字 是动态式拉筋伸展超 动态式拉筋伸展指的是 牵涉到动态动作的一类伸展运动 换句话说 运动者不再是停留在某一动作上面 而是采取摆动或跳跃的动作 借此延展肌肉或扩大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柔软度 以下简单介绍三种动态拉筋伸展的方式 一弹正式伸展 关火 Ballistic stretching 关火 弹正式伸展是利用快速摆动 快速摆动 论号弹动即反弹产生的动力 迫使身体部位超越平常的运动范围 这是破时的一种伸展法 弹正式伸展可能产生的危险超过其好处 选择其他的动态伸展方式或PNF伸展法 可以达到更好的伸展效果 弹正式伸展的主要缺点除了可能受伤以外 还包括没有给目标肌群足够的时间适应伸展的知识 反而反复的引发千张反射刮虎建第四张说明刮虎而造成肌肉的紧绷 第二动态伸展 不同的弹正式伸展 动态伸展运用克制或温和的弹动或摆动动作 让特定的身体部位达到其活动范围极限 这种伸展法会逐渐增加弹动或摆动的力道 但动作绝对不能极具猛烈或失控 切勿把动态拉筋伸展和弹正式伸展并为一弹 动态伸展的每个动作缓慢温和 且过程目标清楚 动态伸展绝对不会让关节超过其正常的活动范围 而弹正式伸展却激烈许多 而且目标就是要迫使人体部分超于部位 就是要迫使人体部位超越其正常活动范围的极限 在图3.6弹正式伸展的一个动作是一个人站好 然后两只手交叉胸前左右左右摆动 左右90度摆动是它3.6弹正式伸展的一个示范动作 翻页第30页 3.单一鸡群主动伸展法刮胡 Active Isolated Stretching刮胡 单一鸡群主动伸展法 简称AIS 是亚伦马特斯 Aaron L. Mattis 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式的拉筋伸展法 可以将想要伸展的鸡群 单一隔离定位进行两秒钟的伸展 方法是收缩结抗肌刮胡 及相反的鸡群刮胡 迫使被伸展的鸡群放松 单一鸡群主动伸展运动的运作方式如下 冒号 选择所要伸展的鸡群 然后采取某一个伸展姿势 然后一个箭头 到下一部分 主动收缩结抗肌 然后一个箭头 快速顺畅地进入伸展 箭头 维持该姿势一至二秒 然后放松 箭头 重复这个伸展超五至十次 那个箭头那都是往下 那现在图3.7 单一鸡群主动伸展的一个动作 只要停留一至两秒钟 就能放松肌肉 这个动作是一个人坐在地板上 右脚伸直 脚尖向上 然后左腿弯曲跨在右脚的膝盖上 脚裸要跨过肌肉 膝盖关节要过去 然后两只手往前伸碰到鞋子 碰到这个伸直右脚的鞋子 这样第三章就念完了 这是第30页念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